象甲淘汰赛第三轮 也就是半决赛 深圳对杭州 第一台曹大师慢棋赢了深鹏深大锤 深圳2比0 这盘棋呢是第二台 红方杭州队主帅王天一 黑方深圳对李少庚大使 昨天大锤赢了老王输了 今天大锤输老王心说不能再浪了 得认真起来了 看一下开局 这是盘慢棋 中炮队屏风马进三兵 跳马 冲足 平炮 外马 小横居 大横居 老王亮居 李大使补相 没有补士的话 红方进居骚扰一下 黑方横过来 下面红方多数是进居过河 黑方呢 平炮队居 红方有换的有不换的 天一没走 他来个退炮 未来这炮用处很大 他灵活呀 左右都能平 黑方这边我见过有进炮顶居的 还有放在这里的 平炮队居打底下 现场进两步放巡河 红方明治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把中炮拆了 勾引黑方平炮将队居 这个平炮呢能走 但是要想好 因为你这里多了个人 中足是撑不起来 黑方的一路居到时候不能平 李大使想了又想不理了 上市 红方退居 黑方进马吃兵 天一补个相 对手足武进一冲起来 红方现在不能进马 因为对手会撕线牵牛啊 很遭罪啊 想跳怎么办呢 把右击往前顶 卡位 能跳了 黑方平炮对击 反正红方具有根 平炮打一下 躲击的话亏啊 只能换 踩上来 这个棋 黑方要小心了 将门搁这 红方这边有撒 下一步就是将炮平开 然后再把这鞠拽过来 四个字 那可是挺危险 李大使 退炮 当红方平炮的时候 黑方的鞠先过来了 严防死守 但是老王呢 还是发现战机了 他一看这鞠走了 小卒没跟呢 平炮打一下马 看你怎么接 自己逃的话 只能是往回跳了 红方平均一抓也难受啊 进足 红方吃了 现场选择 平炮 红方早已料到 此时送兵过河 你管不管 不管我冲下去了 黑方只好吃掉 红方炮打马 黑方吃炮 红方再打马 得死了 这就是老王的飞刀啊 杀人于无形 这样咱们摆回来 再瞧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平炮呢 也确实是人类 能想到比较好的下法 这样咱们来看一种软件推荐的下法 开吐一下思路啊 黑方足三进一过河 红方拘持不动 用向飞也不行啊 黑方可以进马了 没有炮架了吗 打不到 这里还踩着炮呢 踩着中兵 红方不太可能这么走 这里必然会用兵来吃 这个时候呢 还是不管这马 进鞠过河 红方打掉 黑方吃中兵 抓鞭炮 还有 黑方的鞠锁中向 这个炮可以打底下 这种下法就是说 黑方弃子之后 能多转一点 中足未来也能过河 现场啊 本来黑方时间就不多 他当时这个鞠一平六 这步棋又响了将近十分钟 所以当红方打马的时候 黑方也没剩多少时间了 足三进一没走出来正常 现场平炮 老王进兵 吃掉 打马 吃炮 再打马 这么换红方进度一大子 阵型完整 马位置差一些 但鞠的位置好啊 守住寻和 小数过不去 黑方可是不太乐观呢 看一看能不能走出奇来吧 平鞠 老王回马 黑方平炮打兵 这也是跟着感觉走了 这里不打兵 撑势不错 把势撑起来可以打鞠啊 抢占四路线 红方的马也难受 而且你这里不能冲兵 一冲 平炮打死鞠了 你要是把鞠闪开呢 黑方就掉过来 如果上马呢 就是说气还一子 黑方随着可以抓炮 那如果现在进中兵 由于鞠的位置变了 他被挡住了 黑方小度可以过河 看来这个称势啊 要比实战的走法好一些 现场是平炮 瞄兵 红方兵武进一冲起来 太舒服了 黑方抓一下马 往上跳 再抓炮 掏开 吃中兵 坐掉 再吃 老王没有往上跳 稳健 往回跳 黑方再打一兵 吃光了 但是你自己的组织 也不好过河呀 红旗进马踹炮 先手 躲开 再跳 平局战类 将一军 电局的话 红方就回马 到时候这局就难受了 出将 平炮 晃一下 下敌可不行 抓 红方炮八平六 这里可关键了 红方这里始终有个马 控制老将 黑方当务之急 应该是平炮打 赶走再说 红方这里掉不住 黑方可以对抓 如果能换掉一个炮 那也能减轻不少压力 那你要不想减化 你说我逃马 黑方中路有一将啊 飞向给空头的旗车飘 不是 黑方就捉霜 肯定能换掉一个 咱们对比实战 现场黑方这么处理的 他平局 红方 红方不是 你黑方换这个马不行啊 红方打过来还有一将 人卧槽马还在啊 李大师退居足临 提前封住退路 准备平炮去打 关键没机会啊 退居抓 找掩护 跳马 进阻 再跳 这可难办了 你进去抓 他踩边阻 你平去抓呢 红方可以往这跳 或者直接换都行 因为人家有卧槽马控制老将 这把这锯一提 想个招 将炮掉过来 这不就来齐了吗 这个形状 黑方可不好喝 当时没敢去抓 那你不管 红方可要往这跳了 进炮打锯 黑方退炮别马腿 老王平炮要下底掏 用锯已经拦不住了 有马 落下 红方直接下底炮也行 到时候可以杀中士 天一进鞠咬住黑炮 对手打马 红进马登鞠 躲开 红方踩向右登鞠 对手平炮压死 红方回马进枪 一招 闭命 李大师投了 因为丢子了 躲鞠 红方强行踩炮 你对打也不行 红方吃鞠 黑方打掉 进马一将 上来 再吃炮 他只剩一个了 红方还有仨呢 小足多也不行 再一个 这边快绝杀了都 那么搬回一局之后呢 第三台 黄珠峰赢了李汉林 李大师七双马 第四台 赖李兄赢了洪志 那班棋困蔽了 最终杭州队是6比2 拿下了这一轮的胜利 关注点赞 下期再见